凯米台风让高雄各区传出淹水灾情 许多人一觉醒来一楼直接变不见了 甚至地下室的爱车都直接泡汤 久违的墙台让大家想起过去淹水的恐惧 表示之后买房可能会慎重避开 住家旁边有水利设施的地区 我们今天刚讨论过就是 会避开所谓有渠啦 郡啦 爱河啦 沟啦 或是志宏池附近的地方 应该会考虑吧 因为那边地层比较低 所以淹水几率比较高 所以怕怕的 该会考虑一下 但不一定啊 因为之后还是一些基础建设 还是有可能会越来越好 所以也是要看之后政府怎么做 这次的淹水灾情 导致高雄多处变成水乡折国 像是山明 人物 古山区都有传出灾情 原本的房市热点都一一上榜 难道高雄的房价有机会回跌了吗 这样的情形的话 其实你说它会影响到房价 其实不进来 因为本身房地产的部分 多为还是自住客 那自住客一定是以刚性需求 自己熟悉的生活圈为主 对于该地理区一定有一定的认知 比如说山明或者是人物 这些住户也不可能说 因为淹了这次水 因为也是好几年来 才发生这样的现象 所以也不可能说 因为我淹了这一次水 就急着把房子脱走 根据月则分析 基本上严重的水灾 只会影响到个案本身 想要撼动到整区的房市是比较困难的 反而会是提升该地区的房灾意识 因为这次的淹水 所以更知道说 未来有这样的台风进来的时候 我应该要去做一些房灾的措施 那政府机关一定也会有一些因应对策 所以你说房价会影响到很大 其实我们讲坦白 以我们现在看是 不会到有特别严重的影响 其实高雄各区的淹水趋势 官方都有资料可以参考 在狗屋之前可以先确认 或是与业者询问 以免花了一身积蓄的新家 有可能变成泡水房 记者双军高雄报导